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吃飽 我是Suna 我是Suna的 今天呢我們要來拍全家的三月新品 耶 我們今天要拍的就是有很多 我們超期待的 第一個就是金針菇的這個飯糰 我覺得應該有一些人已經吃到了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太期待 所以就把它納入就是三月一起 因為它是二月底的 嗯 它現在這個超夯的 各大全家好像不好搶 再來是他們跟大戶屋聯名 然後有蕎麥湯麵跟這個烤飯 我個人是很期待 因為大戶屋蠻好吃的 除了這兩款聯名之外 我們還會再開兩樣就是韓國海苔的甜頭 沒錯 然後還有這個 全家自己推出的糖凝果一樣伯爵 感覺今天就是蠻韓國的一集 我以為你要說 感覺今天有點空虛 為什麼 因為少了一個人啊 喔 對 為什麼會少一個人 因為就是Dina最近去拔智齒 沒錯 然後呢它現在的狀態就是 不客入驚 那我們就先從金針菇的玉飯糰開始吃 薑圓倒雪蟹蟹膏玉飯糰45塊 好我們第一個要來吃蟹膏的 喔它的料其實蠻豐富的 對而且它整個玉飯糰的size 是比一般的還要大 對它是加大版 嗯 嗯 嗯 我覺得它使用的範粒 好像比它一般的那個玉飯糰還要再硬一點點 然後比較粒粒分明一點 整體吃起來我覺得味道都不夠 也不會過鹹 然後也不會過甜 然後我覺得它的蟹膏的味道有點偏淡 就是吃起來是比較清爽的那種 我中間還有吃到它那個芝麻的香氣 我覺得這一點算滿加分的 那這個薑圓倒雪蟹蟹膏玉飯糰得到分數是 7.5分 接下來我們來吃泡菜豬肉 我超愛泡菜豬肉的 欸它這款真的滿辣的欸 我覺得有到中辣喔 有 而且它是後勁 對它是會讓你嘴巴有麻辣的感覺 一開始吃就是覺得 喔甜甜辣辣的 然後 後面 不要被它騙了 欸我覺得小朋友千萬不能吃這款 這款小朋友不能吃 我辣到有點快要流汗了欸 它裡面除了泡菜之外還有辣醬 嗯 所以我覺得它的那個辣是在辣醬 然後泡菜就是甜甜辣辣的那種 它的豬肉給的份量就是一般 不過我覺得比較奇特的是 它的肉是有點碎的感覺 它就是一小塊一小塊 可是咬下去是扎實的那種 對因為如果泡菜配那個豬肉片 Oh my god 那真的是 絕配 絕配 可是這就有點可惜 我覺得如果是那種肉的話 應該會更好吃 嗯 喜歡吃重口味的人 我覺得應該就蠻愛這款 那這個泡菜豬肉玉飯糰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我原本想要給8分 可是因為它的豬肉就扣了0.5分 嗯 搭上鮪魚 就還蠻解膩的 對它這個泡菜應該是用它自己那個金針菇出的泡菜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整體的感覺是讓我覺得很清爽 因為鮪魚本身也是一個很涼爽的食物 但其實它也是味道的重一點點 因為它有加泡菜 然後鮪魚的味道顯蠻重的 嗯 可是因為這兩個搭配起來 就有中和到彼此的重口味 嗯 而且他們這樣口感就很適合 而且我很喜歡它泡菜尾鏡的那個酸 就讓我覺得更有食慾吃下一口 那這個泡菜鮪魚玉飯糰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欸你跟我說一樣 是你跟我一樣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大戶烏聯明的 一個是烤飯糰 一個是荒麥湯麵 大戶烏壽喜燒牛肉烤飯糰42塊 它中間那個牛肉的味道 就是那個牛ód飯的味道 對阿 完美的就是融合在這個烤飯糰裡面 它外面就是那個壽喜燒的味道 就是日式醬油甜甜的 然後就把它烤的那種 很香 然後它裡面是牛肉片 然後再加上醬汁跟 銅蘿蔔絲 OMG 很適合宵夜 直接滿足你想吃那個牛丼飯的那個心情 我覺得也算給的就是 一般中規中矩 大戶屋壽喜燒牛肉烤飯團得到分數是 8.5分 大戶屋鹽焗雞排蕎麥湯麵89塊 再來要吃它的重頭戲了 對 蕎麥湯麵 它裡面的料是有四片雞排 然後湯麵 蔥花跟半顆蛋 我覺得這湯麵有點讓我小失望 因為它的那個蕎麥麵很軟 就是沒有Q度 然後它的雞肉我覺得也有一點柴 糖心蛋我覺得表現就不錯 就加在蕎麥麵裡面 蠻適合蠻搭的 湯頭我覺得算是最加分的地方 可是有一點偏油 所以我覺得它整體吃起來的味道 是偏重偏油啦 對我來講我覺得也不是一個 及格的餐了 對 你不會用你的餐費買這個 那這個鹽焗雞排 蕎麥湯麵得到分數是 5.5分 那歡迎來到吃八道 我們有小花時間 有一天小明跟小華呢 就約要一起吃飯 可是時間到了小華一直沒有到 然後小明就打給小華說 你在哪裡啊 然後小華就說 我忘記過去了 然後小明就說 沒關係 你還有現在和未來 我覺得我可以講一個 去年夏天我在夏威夷 對 威夷就被我嚇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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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菱果樣伯爵茶 這種飲料就是很清爽很舒服 而且它做的甜度還剛剛好 大概就是微糖到半糖之間 但是因為它裡面有那個果粒 就有點酸酸的 所以會中和掉那個甜度 它裡面的果粒有點像 蘋果 還有一個檸檬片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的那個酸度是有的 然後它大的是伯爵紅茶 然後整體喝起來就很像 檸檬紅茶 那這個糖菱果樣伯爵茶得到分數是 7.5分 韓國海苔經典甜筒 香草口味 哦 它上面放了很多堅果 然後還有那個巧克力搭配那個香草的味道 然後它上面的堅果不是有口感的那種 不過是有味道的 所以吃起來是整個綜合 讓你覺得不會很甜膩 然後它下面的甜筒我覺得應該是脆的 但因為我們昨天有融到 所以它就有點軟軟的 不管怎樣 上面那個就足夠你去購買這支冰棒 那這是韓國海苔經典甜筒 香草口味得到分數是 8.5分 韓國海苔經典甜筒 開心果口味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開心果口味 其實我不太知道它的開心果是什麼味道 冰润 這支吃起來就感覺沒那麼討喜 我來吃吃看 為什麼開心果有杏仁的味道啊 然後這支的巧克力味道就很淡 我不要了 我覺得它這款的味道有點奇怪 那個杏仁味好重 對而且它這樣讓整支冰桶吃起來很甜膩 我覺得那個療癒程度跟幸福程度差很多 對整個從天堂掉到地獄的感覺 那在韓國海苔經典甜筒 開心果口味得到分數是 5分 那吃完以上就是全家新品之後呢 我們共同要推的是3樣 第一個我們要推薦就是 金針菇的鮪魚泡菜飯糰 那個第一次吃真的很驚豔 然後再來就是大戶屋的 壽喜燒牛肉飯糰 那個味道也是很剛好 很適合中餐晚餐吃 然後最後就是那個甜筒 對 蝦草口味喔 那如果大家有吃過以上就是這幾樣的話 或者是想要看我們分享什麼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想要看更多美食影片 還有什麼美食的資訊的話 就可以追蹤我們的IG 對就這邊 那我們有看一個新頻道 除了美食以外的分享 都會在那個頻道 大家要記得訂閱喔 那記得訂閱吃飽 讓我們一起 幸福的吃飽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ucht 嗎 這個節目